今年5月份在江音市岳城镇岳山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 撞伤行人后赵氏司机当场逃逸 当交警部门找到赵氏司机汪某的时候 却发现他并不是车主 而且还没有驾驶执照 在事故发生当天还喝了不少的酒 在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 受害者的家属也将汪某连同事故车辆的车主 以及保险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 12月6号江音法院对这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做出了判决 谈到事故当天的情形 汪某称自己虽然知道无证驾驶是违法的 但依然抱着侥幸的心理 而当晚又下着很大的鱼 自己实在没有看清前面有人 下雨前鱼很大 挖起挖了以后都看不见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撞人 碰到雨后 你下车看了吗 没有 没有下车看 然后你是出一样一个什么样的经历 发现自己的 法庭上原告方律师对证人正言中提及的 当晚车主叮嘱过汪某喝酒不要开车的证词表示怀疑 而汪某也回忆称 当天他没有听到车主劝他不要开车的话 原告方认为 事故发生前 车主没有尽到安全注意的义务 将车辆借给了无证 而且喝了酒的汪某 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所以车主应当负有连带责任 而车主的代理律师则表示 他们不否认车主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汪某的逃逸行为是造成受害人伤重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应当由汪某承担主要责任 驾驶员 酒后逃逸 造势后逃逸 没有对一个被害人及时施救 否则那个被害人伤情不可能这么严重 所以我认为责任是有一点 但主要的责任应该还是要由驾驶人本人承担 对于说还没有过探望 对 也已经做出了一定的赔偿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因租赁借用等情形 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 发生交通事故后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庭审中 法官对这起事故中的车主是否具有责任 做出了解释 警官司救命在笔楼当中呈住 你后个对王林海说 你后个酒不能开车 但是他也没有确定 最后究竟谁开车 是否后个酒 是否有驾驶证 而事实的结果 是王林海自己在喝过酒以后 并且也没有驾驶证的情况 牵着下 驾驶的车辆发生了事故 因此 十九名在车辆车辆时 没有进到必要的安全属于定义 其过错 也是事故发生的一定原因 法庭根据相关证据和法律条款 做出判决 对于罗山因交通事故受伤超出交抢险的部分 由汪某承担百分之七十的赔偿责任 由车主承担百分之三十的赔偿责任 扣除两人已经垫付的医药费 汪某和车主分别还需赔偿受害人 二十六万余元和十一万余元 江因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交通肇事案 确定了汪某违法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事故 并肇事逃逸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由于其当庭自愿认罪 协议赔偿了受害人部分损失 法院酌情从轻处罚 判处汪某已有期徒刑两年 中文字幕称赔偿责任